我向大家揭露財務情況 請問大家如果有問題可以隨時報問 謝謝華欣的講解 如果大家有問題可以先提出來 先進行一個簡短的報導分析 你們有沒有預期下半年同價會不會回到5000美元或是五年 謝謝 謝謝你 實在這個問題確實是我們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 因為從目前同價近一段時間處於一個低迷時期 但是我認為複合抗疫發展的一個周期性 我們對未來的同價還是充滿信息 所以我們對未來的同價充滿信息 我們很有信息 謝謝 可是在需求方面 現在都說中國的經濟就是有一些方案 所以在商品的需求方面會有些下降 你覺得這個對你們的集團就是未來有沒有影響 嗯 中國的經濟就是有些方案 應該是一種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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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面對這種新常態 我們怎麼適應 應該是作為企業管理者 應該是要隨時有調整的一個過程 這個呢 是企業的自稱必須要做到的一個工作 謝謝 想問一下立地帶來的工資方面的改革 有沒有給你們企業什麼的資訊去改造 改造市場的公益 能不能再說一個 能不能再說一個 工具策結構性改革 工具策結構性改革 這個工具策結構性改革呢 是現在內地啊 這個企業改革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 實際上對我們 這個企業的發展 也指明了一個方向 那麼對我們經傳國際而言呢 第一個 提高產品的質量 那麼第二個呢 對今後經傳國際的發展呢 實際上也是一種要求 要增加金屬的品種和產品的品種 這樣呢 確實實實實才能符合工具策 改革的一些要求 來埋住我們這個企業 將來戰略的發展和戰略的需要 謝謝您 好 我再稍稍把這個問題補充一下 咱們現在在瑞宇正在實行那叫 工具策結構性改革 主要是三區一降业 這個是驅殘 驅殘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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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現在重點呢 我們是鋼鐵 有的行業 還是鋼鐵和煤炭 國家在這方面 都得以一方具體的 這個資料 但對於有色金屬化 特別是對於我們現在從事的 今天國際從事的 文火股 這兩個型號 現在 還不存在這個 驅殘 這個 驅殘 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的話 現在我們更多的是市場發展的需要 一個是產品結構 產品質量的可以提高 一個是我們把生產成本 控制在一個 以競爭力的這樣一個水平 在這方面呢 我們就在2015年開始做了大量工作 現在在2016年上半年 已經有得到比較好的體現 我們日期呢 在2016年 在這 還會比 更多的表現 請問一下你們 到年底的 產品 產品 在這裏 應該是稍微要少一些 就是今年的這個產量呢 是在去年實際完成的 是在去年實際完成的 基本上是平吧 大概略低一點點 嗯 基本上是平吧 大概略低一點點 嗯 就是跟去年 比較小一點點 嗯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应对现在这种低价位的新常态 在我们内部实际上做了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优化管理 第二个技术改造 第三个提升经济技术指标 来以后来应对这种危机 所以在直送减亏这一款 上半年已经有明显的成效 但是我们仍然按照我们今年年初确定的目标 在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制定的这些措施推进下去 我相信在年底会有更好的效果 有目标 因为我们今年在去年成本目标的基础上 再降15% 所以我们今年确定的这个将成本的目标呢 5000万美金 完了以后目前呢 所以我们将来到这个计划呢 在有实力以后推进和实现 老毛先生 就是说上半年的成果 比你的目标更好 上半年我们的成果呢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 5000万的目标 这个呢 按月风险 这是不现实的 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呢 它有一个动态的 你比如说我们有些这个合同 重新梳理签订 那么体现的呢 可能在后半年 有些呢 通过技术改造 上半年呢 刚改造完 那么取得的效果呢 它是在下半年来体现的 所以这个呢 不是很平衡 所以但是我们今年 总体呢 围绕这个目标 一定能够实现 上半年有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 我讲了 因为我为什么说 因为这个数字 不是50% 50% 所以这个概念 我刚才解释得比较清楚 那我去一下 刚才许新潘 问一下这个 我们目标 四万六千五百吨呢 其实我们去年的 五个 两个在场 四万吃 四万吃 四万八左右 这本来接近 他们感谢大家有没有的提问 也感谢公司的回答 那么现在酒店都已经上菜 我就不打扰大家用餐了 希望大家用餐愉快 不过我们一边吃一边聊 一边吃一边聊 有预期今年会准备我一行吗 这个问题好 确实我们是越快越好 便吃咱们便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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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说实话 你们才可以 对 我的这个保育 要到什么 可以拼心 对 请给你们打 我说实话 对 疾病方面 其实同价是一个主任因素 当然 成本方面也是另外一个因素 所以两方面就是互动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 刚才看到了 同价是四千六百五十五万 但是我们的成本 现在都是压下去 所以希望能够压到四千两百 主要 这个是先进成本 他当然了 跟这个毛利方面 有点区别的 所以我相信 四千八百 九百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平行的状态 双方的努力 我们都是在成本方面 一起压下去 包括我们的供应链 我们跟这个 我们供应的 这个 其他的消费品 那些供应商 都有谈判 整个一个 一轮性的谈判 基本上 我们都很成功 把成本压下去 其实这个成本 这样成本的出师 刚才 跟大家解释 是一个半年的效果 就是我们 成总大理之下 我们一直的 推下去 所以这方面 希望能够把这个 所谓矿益的情况 以及在压下去 吃一点 一遍吃我们便聊 集团 不认识可能 不是很深 要不就是 请就问 咱们介绍一下 我们集团 就是说 方面的一个 背景大观 刚才我们再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再介绍一下 这个以前 咱们 做个教育 那是 金串集团呢 今天这个智慧 再介绍一下 对 对 对 金串集团 对 金串集团 是这个 国内的一个叫 圣资国有企业 对 是地方国有企业 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是聂业 我们主要是一个世界成名的金串涅矿发展 在金串涅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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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发现矿不久 还是建 现在经过了这个 1957年 1958年 进入8年的发展 已经是世界成名的 好多金串涅矿原合企业 我们的业的产量 现在是第三位 我们的产量在国陆 已经第三位 解释于江西中的国陆 我们的产量 我们的产量 因为我们古的产量 现在是世界成名的 很重要的地位 如果这样 那按产量算法 这个国陆的产量 应该在世界成名的 西国金属 和国主金属 它是游戏表里面的 第8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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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第8组 这些 百八组 也就是 这些 这些 随着我们不断的发展 国陆的产量 技术的积累 因为我们都能够出去 开拓的国际界 国际化学营 长途的制度 所以我们确实 在这样一个指导下 在思想下 在香港 在完成的进步 国际 海外的 荒野资产 借助香港这些市场 忙碌 同时呢 又用这样的 就是我们叫资本 国际化 严重 推动 公司的 发展 刚才讲的就是 现在呢 国内 就是 整个文官经济 还是 出现了一个 下行的这个趋势 那 国内呢 现在有一个 持着 共计策 结构性改革 我们来讲 就是 它的核心要一步 三去 一降 一步 就是 去产囊 去库存 去干嘛 但是 降是降成的 不是 短板的 实际上 就是 这个经济呢 有完美的 这个 移作资源 这大规模 反而 转到 所以 靠 这个 希望经济增长的 这个质量 就是 这个 更有效的 适应 这个 市场需要的 需要 我们也有一个 怎样的 其高 产品 质量 更好的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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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我们也有一个 怎样的 其高 其中的素质 其高 这个 产品 质量 更好的 使用 市场 需要 所以我们在 经济国际 还有 海外的这些项目上 同样 也在 大力的 推进 技术进步 降低成本 改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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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我们的 组织结构 等等这些工作 我们认为这些工作呢 是 或者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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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固 稳固 提升 再加上 这个 对大宗商品的价格 我们也有一个 基本判断 就是说现在 实在 使用低位 比较长时间的 未来的话 我们认为 像这样的一些 基础金属 仍然还是有相对稳定的需求 就是 再加上 中国经济 在下一步的这个发展过程中 还有很多 社室建设 越南 仍然你有一些重点项目要启动 所以对大宗商品的需求 还是因而受一个 一定的需求 所以 接近 跟家里 ации 对比较合理的说明 就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觉得未来那么大 他孩子都充满信心的 想问一下那个汇率 对你们有影响的 就是经济和病的汇率 就是有影响的 对于是确实人民币营充的效率比较大 但是美元 刚才也说过 主要全息的相比 都是190.3%美元一家的 所以基本上还有我们的账 是美元助赚的 所以美元对美元是没有退休 但是人民币为什么有呢 刚才也说过 我们在香港的贸易板块里面 我们有一个是铜金矿 铜金矿这个加密的是 我们从外面的一个婚姻商买过来 应当时供应给我们集团 集团就是我们在国内的母公司 母公司当时它是以人民币积帐 其实这个人民币在商品的定价 也是拳头一个趋势 基本上很多国家现在都要接受这个东西 当然是慢慢起来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供应给 卖给我们客户 我们集团 这个人民币积帐产生一个应收款 这个应收款呢 我们过去一两年 都要是租上应的一个对冲 就是所谓套 我的叫脱子脱子 就是 但是我们租对冲 当时也不是传对 还是传不对 就是注意的测论 看出经济 你能对冲 当然在去年 比如说去年 8月11号 掉上海 那一个 我们也是产生一些比较 也算是比较巨大的灰存 在人民升级的时候 我们也转过很大的一个会去收益 所以但是这个 照应也是属于刚才我讲 我们这个交易 现在就是 但是暂时停吧 没有这个平静化 没有这个收人民币的一个业务 所以呢 基本上过了这个中期 应该上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那现在都没有在做那个对冲的一个人的一切 有人民币会 还有会 我们也要一点的能力计察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做对冲的 这个也跟我们 在南非 南非话是非洲方面 我们对冲者是金属方面的一个对冲的 对冲的 那这样子总成的数量 对 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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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里面包括生产运营的成本 日常运营的成本 下降还有一些 减少自动生开支 嗯 两部分 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烟污 还有那个抗 抗产肯容易出售 哦 抗产出售的 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刚才啊 我的财务总结 介绍了 我们现在金属国际旗下呢 最重要的资产呢 都在港国 在比亚 南非 嗯 这个我们呢 有五个矿场 而且这五个矿场 刚才给各位也介绍了 我们的资源状况 实际上我们这个资产的这个质量 是非常有质的 嗯 而且呢 位于 世界著名的 中飞同框蛋 另外一个呢 从 刚才黄先生也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这五个资产的 结构很好 就是有两个运营的 一个建设的 一个可研已经完了 现在正在准备开发建设 再一个呢 在做可研 所以整个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排水阶梯 对金川国际的发展 只有十分